还有两天就是沙拉越州选的提名日 当地的造势活动也瑜伽激烈 沙州首长丹斯里阿德南今天更是趁势宣布 为了纪念为沙州争取独立的先贤 从今年起 每年的7月22号沙拉越独立日 都被列为公共假期 阿德南还承诺 自己五年后一定退位 希望选民给他最后一个五年的委托 让他为沙州做些事情 沙拉越州首长丹斯里阿德南 今天在古剑出席国阵同心同意的最后一战活动时 趁州选拉开战满前宣布 把每年7月22号沙拉越脱离英国殖民 被赋予自治权的独立日子 列为州公共假期 阿德南说 这是为了纪念那些 为沙州的独立斗争和牺牲的先贤 阿德南也重复地呼吁沙州子民 阿德南表示 截至目前才两年的任期 并不足以让他大展拳脚挥洒理想 为沙州子民蒙福利 如果他能再有五年的强大委托 他就能落实更多的计划 包括向中央争取给沙州的更多的自主权 确保沙州各种族享有平等的权利 不再有二等公民等等 NTV7采访报道